早前宋仲基客串出演《泪之女王》而成为话题 其实演员们经常会特别出演客串不同的电视剧 虽然出演的时间很短 但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增加剧集的趣味还可以为作品宣传 然而这次找来宋仲基 特别客串饰演离婚律师文森佐 结果编剧朴志恩巧妙把宋仲基 过去演出的景点角色以致全介绍 还不避讳大玩离婚梗 头臭前期宋慧桥的行为也引发两派争议 不过也有人好奇这样宋仲基收多少片酬 而夜界人士也爆料内幕 演员愿意特别出演 大部分都是因为与作家PD主角们有交情 以宋仲基为例 与曾经指导黑道律师文森佐的金西元导演相识 另外和演员金志愿也同属一个经纪公司 在太阳的后裔中也曾经合作过 因而促成了仅次的合作 而特别出演的片酬大部分只会给车马费 指的是交通费 虽然可以看作是为了和演员一起工作的工作人员们准备的费用 因此他们的活动费用也不容小觑 某经纪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以前特别出演时只是会去喝杯酒 但现在经纪公司和制作公司直接讨论的事情很多 因此片酬多少已经定下来了 配角演员的车费 大部分是收取原本片酬的两分之一左右 相关人士又提到 特别出演并不仅仅是因为和制作组 演员们的意气是根据作品的人气 角色本身或台词的魅力分量等 演员们也会有出演的欲望 那样的话片酬也会减少 制作费规模较小的电影和独立电视剧中 演员们很多都会临片酬出演 宋仲基也曾在去年出演黑色电影《霍乱》 一没有收片酬出演而成为了话题 相关电影更登上第76届嘎娜电影节 某电视剧相关人士表示 根据演员的性格 又是会不收取特别片酬 从所知道的宋仲基性格来看 也有可能是没有收片酬 奔着靠一起去出演 不过当时在嘎乃电影节时 他也称自己因为要养小孩 之后很难再继续无仇演出 话说回来宋仲基的客串 也确实给《泪之女王》 带来了不小的关注 这次他作为文森作报效客串 出了是与金志愿的三搭合作 其实也是时隔15年 与金秀贤顶峰相见 当年作为同演的他们 晋升一线男神 双帅同框让观众们都超惊喜 文森作的出场介绍也是很有梗 关于他的身份有很多传言 有人说他是财阀家的小儿子 有人说他是海外派遣军人出身 也有人说他是打宇宙飞船棒来的人 有人说他根本不是人 而是狼少年 而他的真实身份是黑手党 听朋友说文森作人狠话不多 通常都直接灭口 我们金秀贤饰演的白女婿 忍不住想象自己被做掉的画面 文森作登场不到六分钟就金句评出 先是否决了男方提出的性格不合离婚文案 因为大家一看都会觉得是海人性格不好 所以要改为因形成繁忙而渐行渐远 标准的娱乐圈分手模板 海人说离婚后并不想祝福贤佑 宋仲基表示自己很懂 据我所知 没有人会想祝福对方 都只是说说而已 不得不说 编剧和宋仲基一个感谢一个感言 宋仲基在剧中的客串戏份十分有趣 而剧外他与双金其实都很有缘分 之前宋仲基与金志愿曾合作太阳的后裔 分别饰演大卫刘时镇与军医印明珠 之后两人有在阿斯达年代季中再续前元组CP 算起来这次的《泪之女王》已经是三搭了 宋仲基与金秀贤 男志炫2009年 曾一起出演电视剧《圣诞节会》下雪吗 主演们的年轻时期 剧中男志炫想替金秀贤找回被扔进河里的项链 暧昧心切的哥哥宋仲基为了帮他而潜入河里 没想到因此丧命 当年这三人的童演组合也是很出名 时隔快15年 金秀贤与宋仲基都分别通过 来自《行星的你》 《太阳的后裔》等人气热剧成为寒流巨星 谁能想到这次竟然能在《泪之女王》 看到两位男神同况 不过不管片方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都丝毫不影响好的剧情和表演带来的粉丝们的狂欢 不过《泪之女王》虽然收拾和口碑大受好评 但随着剧情的推进 还是有角色的选角满是质疑 甚至情况严重的话 可以影响到剧的播出 在剧中饰演爷爷小三女友的女演员李美书 身为剧中的反派角色 所展现的精湛演技和强烈存在感 起初也受到许多观众的关注 在《泪之女王》中 李美书饰演的角色《谋色希》 是女主角家族集团会长洪满台的身边人 一女友监管家的身份留在洪家 并获得了会长的高度信任 然而在第七八集的剧情可以看到 这位看似与世无争的谋色 稀奇实是剧中的坚决 不但潜伏在会长身边多年 骗取他的信任和依赖 还瞒骗自己的过去 跟儿子隐音圣和谋 想要吞并整个Queens集团 和洪家的所有资产 早前的剧情还提到 谋色喜害洛耀毒害会长 让他深陷昏迷的同时 又试住自己是他监护人的身份 不让洪家人探望她 是个非常邪恶的坏女人角色 不过据播出后 就有网友翻出她过去的黑历史 甚至还涉及张子言事件 顿时引起热议 更让网友痛批 她为什么还能演戏 韩国女星张子言 长期被经纪公司老板胁迫 进行赔税 性招待 在2009年因不堪折磨走上绝路 由于此事牵扯到不少征戒人士 调查迟迟没有下文 直到2019年才再次浮上台面 不料演员李美书也被韩梅爆出 涉入事件 甚至并非受害者 而是造成张子言走上绝路的幕后 黑手之一 引发轩然大波 李美书当时也退出原定出演的戏剧 并接受警方调查 综合韩梅报道 李美书和张子言 是同经纪公司旗下的艺人 李美书当时对经纪公司的收入 分配不满而打算离开公司 却被经纪公司抓包 他背着老公与小17岁的男公关 发生不论练的把柄 报道指出 李美书意思为了威胁经纪公司 和自己解约 竟利用自己的经纪人打桥 假意要协助被迫赔税的张子言 和经纪公司解除合约 脱离苦海 哄骗张子言 写下涉案人员的名单与收害经过 李美书取得张子言写下的档后 就哭着要求电视台制作人曝光此案 借此威胁经纪公司 并成功解除合约 同时对外爆出 张子言被迫赔税一事 张子言事后发现上当 要求李美书的经纪人 归还荡不成 造成忧郁症恶化 三天内服下8日分量的抗忧郁药物 最终走上绝路 李美书涉入张子言案的消息 被喊媒踢报后 还坚称自己不清楚案情 不认识张子言 为此也多次接受警方调查 但在出席庭审后离开法院时 却被媒体拍到脸上露出诡异笑容 让大批南韩网友对他的辩解更不买单 要求电视台永久封杀他 不料李美书沉寂数年后 竟又一类之女王栽度走红 让许多网友相当不解 可能背景很硬 但真的看到他就恶心 果然不管什么事 时间长了就会被淡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问您的支持